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三百八十二面 我们看丙三如来述法 前面一颗是普贤菩萨 劝勉我们依止普贤行愿来寿司画画景 前面都是普贤菩萨的开始 讲到怎么样受持 受持这样的方法 有什么样的功德等等 那么对于普贤菩萨前面的开始 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态度呢 如来述法 佛陀对于前面普贤菩萨的开始 亲自的印证述成 而且佛陀也劝我们发起 时空无尽的普贤应 叫做如来述法 一方面述成 一方面劝法 那么在地方分成两段 先看第一的先述复法 也参叹普贤菩萨复法的功德 先看第一段 二十 释迦牟尼佛赞言 善哉善哉普贤 如能互助世经 领多所众生安乐利益 如以成就不可思议功德 首先佛陀叹 普贤菩萨的果地功德 说善哉善哉 普贤菩萨呢 你能够护持法华经 普贤菩萨护持法华经 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护人 一个护法 一方面 你受持法华经 这个读诵法华经 这个人 进入了普贤菩萨 设持的对象 第二个 他也护这个法 他以咒力 神通力 来使令法华经 在末法时代流通不定断绝 既护人又护法 所以使令众多 尤其在末法时代 能够献身成就安乐 来生成就广大利益 所以这个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 这个妇人妇法的功德 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再看佛陀叹 普贤菩萨的因地 看第二段 深大慈悲 从九远来 发阿朗多罗三秒三菩提议 而能做事神通之愿 守护世经 普贤菩萨为什么能够 这么广大的能够射受这么多众生 它的因地就是广大无边的 慈悲愿律 这个愿律从无始节来 发了菩提心以后 一般大僧佛法讲发菩提心 很少讲防复的菩提心 这个都是见到位的圣意菩提心 就是他从神做见到位以后 就开始发起时空无尽的菩提愿 来守护这个法华经 我们看最后的佛陀的总结 看第三段 我当以神通力 守护能受持普贤菩萨明者 那么最后佛陀呢 也加入了这个 受持法华经的加持的行列 就是说 你能够受持普贤菩萨明号 什么叫普贤菩萨明号 就是依普成贤 我们前面说过 普者体性周骗 贤者随言成德 所以这个普就是清静心 按住清静心才会报作作骗 那么随言成德 就是他的广大的菩提愿 所以你能够依止清静心菩提愿 那么你就能够得到 十方祖佛的加持 射受 所以他是这样 佛陀有很多儿子 有些人跟佛陀是不同心的 比方说凡夫 你说凡夫说 我们有佛性 所以我们在总性上是一家人 是的 叫做什么呢 叫外子 一定到晚照面流浪的儿子 我们的心跟佛陀有同心吗 当然不同心吗 但是长此一定跟佛陀同心 所以你今天能够依止普贤行愿 受死法华经 你不但是顺从普贤菩萨的行愿 你也顺从了十方诸佛的行愿 为什么 因为普贤行愿就是十方诸佛的行愿 所以你也能够得到十方诸佛的 善命神通的加持 这个我们前面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很多了 就是法身菩萨以上的佛菩萨的加持 都叫做无作妙德 什么叫无作妙德呢 就是佛陀绝对不主动度动身 所以金刚经讲 我没有度众身 因为我动了念头要度众身 我就锁定目标 那我的心就不圆满 所以佛陀度众身 就跟月亮一样 就是千江有水千江夜 佛陀的月亮光明 就是普遍地照出来 那谁能够得到呢 你把水准备好了 月亮就现前 那这样的加持是最圆满 就是说 我本身不设定任何目标 但是我把我的愿意讲出来 谁随顺谁就能够得到利益 这叫做无作妙德 最公平的就是这样 就是说 我一地发什么愿 你跟我发同我愿 那我们感应到教 你就得到 就我来说 我没有度化众身 就佛陀来说 我没有做度化众身的念想 那么也就是说 你今天一指普玄行业来修学 你不但是入了普玄菩萨的加持化为 你也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化为 因为这两个行业是一样的 我们看丁二的真树护人 那么前面是普玄菩萨的加持 这也叫做释迦摩尼佛 对于一指普玄行业受持跑步 今两人亲自的加持 这地方分成五段 先看第一段 四起三教 看经文 普玄若有受持读诵 正义念 修习书写是法法经者 当知世人 则见释迦牟尼佛 如从佛口 闻此经典 当知世人 供养释迦牟尼佛 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 你能够依此普玄行业 来受持读诵 乃至于修使官 那么这个人呢 等同亲自见到释迦牟尼佛 而且亲自从佛陀的口中啊 来听文法华经 就你等同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那么当知世人 等同亲自供养释迦牟尼佛 那么你跟供养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 你等于是法供养嘛 它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依止普玄行业 来受持法华经 你成就的功德 那么就是超越时空了 你想想看嘛 你依止什么 依止清静心 那本能就没有时空概念嘛 你不可能说 佛陀世的时候 亲近心啊 比较亲近哦 末法时代的亲近心 比较不亲近 你这个亲近心就不对了 他这个亲近心是本具的 诸位要知道 华华经的安住亲近心 不是修来的 那修来的亲近心 那就有城市的差别 那佛陀世的时候 环境比较安稳 那可能他修的亲近心 比较亲近 但是这个亲近心 是你本来具足的 你只是把他给信解 你了解这件事情 你把他直下承担下来 所以既然是亲近心 就没有时空的概念 而且你发的愿又是 也是敬畏来寄的 所以他跟你 跟你在不在佛事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今天能够 依止时空无尽的菩提愿 跟亲近心来修学 那等同你虽然在不法时代 但是你受死法华经的效果 就等同是佛陀亲自 跟你加持一样 成就大福德 我们看第二个 成就大善根 当知世人 佛在善猜 当知世人 为释迦牟尼佛 守磨其头 当知世人 为释迦牟尼佛 医之所复 那么你今天 一直补玄行愿来 受词读诵法华经 你基本上 成就三种善根 第一个 当知世人 佛葬善哉 这个我为大事解释 解释入法工作了 做法工作 做法工作 等于是成就大事会了 因为 因为你能够正得我空 又是到法空嘛 这大事会 当知世人 为释迦牟尼佛 佛所摸其头 这个就入慈悲识了 记住慈悲心了 当知世人 为释迦牟尼佛 佛医所复 就着忍入义了 那么你能够 依此补玄行愿 说是法华经 等于是既有智慧 又有慈悲 又有忍入 这三种善根 这是大圣佛法 很重要的善根 他这个地方是讲到 就是 你今天成就大善根 大福德 但现在有些很奇怪 我发起补玄行愿 但是我还没有修六度 我也没开始修布施 直接忍入精进禅地 那么怎么会有福报呢 这个就是大圣 颜顿法门的特色 诸位 凡是大圣 颜顿法门的特色 你有善根 就一定有福德 有善根就有福德 比方说净土宗 净土宗 就说爱你 练一句佛号 就是多善根多福德 很多人说奇怪 你在家里面练福 你什么事也没有做 你福德哪里来 因为你顺从弥处本院 你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 就是你一个人是个习习 就是你一个人是个习丐 你回到家以后 你什么事也没做 但是你得到你父亲的资产的加持 那么法华金亦不如是 法华金是自立门果地教 它的修学特色在哪里呢 这是先调整心态 再来修学法文 就是让你回关返照 知道急妄失真 那么依止清静心发起菩提愿 所以你是直接的急众生心 头大绝海 所以凡事牵涉到跟法身有关系的 比方说真如佛性 还有随速法身的 这种善根一定带福德 就是大正言度法门 诸位你要知道 只要是言度法门的善根 他有善根一定有福德 但是你看 神秤的善根不一定 你看小正他有善根 但是罗汉脱光波 罗汉都脱光波 那他有善根 他不一定有福报啊 但是你今天受识法华金 你有善根你一定有福报 一定有福报 因为他这个地方是 但是直接契入 十方诸侯的 随顺诸侯的法身赞美 所以你来自于诸佛菩萨的加持力 我们看物恶的显示圣音 看经文 如是之人 不负贪酌势乐 不好外道经书手笔 亦父不习亲近其人 及诸恶者 若徒儿 若许诸阳鸡狗 若猎师 若炫脉女色 这第一段 那么前面我们讲到 你今天一直普贤一行验 来受识法华金 他的生善的功能 他有善根 就一定有福报 这一下讲到他灭恶的功能 就是我成就大善根大福德 那对于烦恼的灭族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看他怎么样 灭族烦恼 如是之人 不负贪着失乐 不好外道经书手笔 那么这个 医治普贤行验 来受识法华金的人 他对于事件的快乐 就慢慢地淡薄 他也不喜欢去 去追求外道的经书的典籍 因为都是心外求法 也不喜欢亲近 这些外道这个人 以及诸恶者 什么叫诸恶者呢 比方说图儿 这个杀生的 或者续养猪羊鸡狗 虽然你没有杀生 但是你养这个众生 等于驻杀 或者是劣尸 也是杀生的 或者悬脉以色 做云女的 这种磁场不好的 你很自然地 就会把它劈开来 因为你的阴言 跟他阴言两个不同道 这个是很自然地 远离身口意三叶的过时 第二个我们看 成就善跟福德 看第二段 世人心意致止 有正义念 有福得力 那么这个成就大善 原顿善哥人 他的内心就特别的正直 他这个正直的意思就是 你这个人不惨取 一个人经常打妄想的人 这个人心就不正直了 那么你能够 理向亲近 发普遍地愿就正直 而且有正义念 而且有福得力 正义念是善跟福得力 福得力就是福德 所以有善跟就有福德 第三个 调福三毒三慢 看经文 世人不为三毒所恼 义父不为嫉妒 我脉 邪脉 增上脉所恼 那么安住 进进心发起 菩提愿 这种大圣 原顿善哥人 他就不容易被烦恼所恼害 当然他有烦恼 但是基本上 他不会随时烦恼而转 也不会被嫉妒 嫉妒就是不耐他龙 还有我慢 邪慢 真善慢 这三种慢 这个我慢 就是执着有一个我 所以把自己给高举了 邪慢 就是他有这个邪见 这个邪见产生高慢 就是说 他自己没有功德 但他自己认为他有功德 这是邪慢 第三个是真善慢 就自己有少分的功德 却认为自己有广大功德 而轻慢他 这个高慢 从大圣佛法来说 是藏道的 小圣佛法是高慢不藏道 大圣佛法是藏道 世人少欲之主 能修普贤之行 那么这个人名利淡薄 而且能够成就普贤的行验 那当然就快速成佛了 这个一个人成就大圣善根 再灭除恶法 他的特色就是 任意升起防徽此恶的功能 在菩萨界上说 就是你一直放往金 要一直放往金才算 你一直轻轻心发起菩提宴 成就大圣言顿的戒体 这个人是什么情况 譬如大海不容死尸 就是你这个人 你的内心变成一个大海 虽然你里面很多的脏东西 但是你丢了一个尸体进去 这个大海 他迟早会把尸体 把它推到岸边去 因为大海已经不容不下死尸了 就是说 你有烦恼 我有烦恼 他也有烦恼 但是我受尸滑花精的人 我在突破烦恼会比里面快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开始就安住在清静心 就是说你这个人 你认为烦恼是真实的 这就是我的个性 我改不了 你果然改不了 你果然改不了 因为你自己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是我们抓着烦恼不放 你抓着烦恼 我烦恼很重 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烦恼就很重了 你要告诉你自己 我本来没有烦恼 所以为什么今天六祖大师 在修行的时候 他的本来无一物 何入惹尘埃 他好过于实施其佛事 末世的尘埃 因为你一开始就认为 这个灰尘是真实的 能一个尽死这么多 你灰尘是真实的 你修到什么时候啊 所以诸位 你不是努力修行 你就能够突破啊 关键是你一直的真理 圆不圆满 你老是觉得自己夜上深重 那你果然就夜上深重了 就是 你一直认为 你这个镜子上面很多灰尘 那你就 那今天播一点 明天播一点 就实施其佛事 你要告诉你自己 我本来没有灰尘的 所以 同样的烦恼 你用不同的法门去对峙 进步的程度不同 当你是变成大海的时候 你对峙烦恼就很容易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显性胜 就是你成就了一个 殊胜的大圣原度的善根 相同的烦恼放在你的心中 你很快突破 这种殊胜的阴地 好 我们看雾山的术与尽口 看经文 普贤若如来灭后 后五百岁 若有人见授持读诵 法华经者 因作试念 此人不久当一道场 破诸魔仲 得阿朗多罗三秒三不提 转法轮 激法骨 吹法罗 欲法语 当作天人大中风 施子法座上 这第一段讲到 炎果就是未来的果报 你依止这个大圣原顿善根 在末法时代 那么你这个人 就有五种功德了 第一个 驱道场 你是一个凡夫 但是你依止普贤行验 开始每天 导老是寿司跑 你这个人 不久当成就 成佛的道场 不久 时间的问题 第二个 破魔仲 你成佛以后 降伏魔仲 第三个 成佛道 成阿秒多罗 三秒三不提 第四个 转法文 激法骨 吹法罗 依法语 第五个 生法座 为大众说法 也就是说 你这个人 已经正确地走上 神佛之道 就是你这个人 走上高速公路了 这个方向正确了 到达目的 是时间的问题了 第一个 严果 我们看 禁果 看经文 普贤 若于后世 受持独诵 是经典者 世人不负贪着 衣服 卧聚 饮食 滋生之物 所愿不须 异于现世 得其辅报 那么 普贤菩萨 佛陀就 招呼普贤 若于后世 能够 一简 普贤 行愿受持 独受 好滑进来 这个人 就不再追求 这种各种的 世事供养了 因为他的内心 淡薄了 这生活叫 随言度日了 不再攀言外境了 所愿不须 他的内心的菩提愿 是真实不须的 不容易动摇的 所以这个人 即便在现世 都能够拯救广大福报 所以 大乘言顿总性 这个修行 叫做修行上路 他这个人 我们凡夫 最大的麻烦 就是怎么样 修行不上路 你今生修人天福报 来生退转 第三生修行的时候 修二乘 所以你这个方向 不断地变来变去 所以这个 三乘的善根 它的问题就是 你没有真正进入到 这个佛道的这种路上 那为什么 因为你因地不对 因地不争 那你今天能够 依止普玄行 因为寿司法华金 你今生不但大善根 大佛德 而且你关键是什么 从成佛之道 你修行上路 直去佛道 好 我们看物事的壤旗外难 看经文 若有人轻悔之言 如狂人耳 空做事行 终无所获 如是罪报 当事事无言 若有供养赞叹之者 当于今世得陷果报 那么佛陀最终持悲心 来意识这个罪报 来使令众生 知过必改 不相老也 所以他先念名罪福果报 所以有人轻悔 轻悔受制法华金的人 他怎么说呢 他说你这个人是个狂人 不切实际人 空做事行 终无所获 你只知道整天在佛堂里面 受法华金 你这样子也不修复 也不学会 终无所获 那你这样子去轻慢 毁谤受制法华金 会有什么罪报呢 当事事无言 因为你破坏的众生 清净的法眼 所以你就没有眼睛了 反过来 你看到有人 在受制法华金 你供养赞叹 那么你呢 今次就能够得到 殊胜的果报 就是花报 先简单的说明 这个 这个 罪福果报 第二段呢 就详细的说明 轻悔的罪报 看经文 若福见受制式经者 出其过饿 若识 若不识 此人现世得白赖定 若有清孝智者 当事事牙齿输缺 丑层平底 手脚撩利 眼目脚赖 身体臭汇 恶疮浓血 水腹短气 诸恶重病 那么 如果你见到 有人受制法华金 你呢 指出他的 牲口的过失 那你指出他的过失呢 这个过失可能是事实 也可能不是事实 不管是事实 不是事实 你只要在大众 指出他的过失 这个人现世得白赖病 白赖病就是 列世我们现在的麻风病 得到以后 全身溃烂 或者你呢 你呢 轻视取笑这个 受制法华金的人 当事事牙齿输缺 牙齿有缺落 那么 丑唇 你这个嘴唇啊 就是下垂 或者歪斜不振 或者是扁鼻 这个鼻子就扁塌 手脚辽力 这个手脚弯曲 这手脚伸不直 眼目脚赖 眼睛就是斜视的 眼睛没泡完 往正面看了 就是斜视的 身体臭灰 身体有臭灰的味道 或者二疮溶血 身上长这个二疮啊 流龙流血 或者水腹 水腹就是你经常 这个胃消化不好 脏气 或者短气 就是有气喘病 以及诸恶重病 诸恶重病 古德解释 就是各种癌症等等 这个就是你这个 毁谤这个 寿司法华经的过时 我们前面一再说过 法华经的注视 是至关重要 因为它是直接影响到 三宝注视了 你今天障碍 法华经的流通 等于是障碍 三宝的流通 因为没有法华经 那就不能成佛了 它只能在三寸的 国报打转 所以你今天 毁谤法华经 断了未来的佛宝 那么没有佛宝 就断了法宝 没有人出来说法 那你就断了三宝 三宝都断了 所以这个过失很重 所以佛朵呢 在最后啊 就是闲事罪过 让大家的思过能改 看无物无 信受功德 看经文 事故普贤 若见受持是经典者 当其远迎 当如敬佛 所以最后 劫切呢 普贤菩萨 假设有人能够看到 依止普贤行 要受持跑花经 你应该要起身来 恭敬迎接 这个人是未来之佛道 成佛的 他已经正确的走上 成佛之道 那快慢只是 他精进的时间问题 好我们看最后的 秉事文品受益 先看第一段的 第一文品利益 看经文 说是普贤劝发品时 恒河沙等 无量无边菩萨 得百千万亿 玄佛罗尼 三千大千世界 微臣等诸菩萨 据普贤道 那么佛陀先说 普贤菩萨 千花品的时候 在跑花会议上 有恒河沙等 无量无边菩萨 成就了百千万亿 玄佗罗尼 就成就假观的智慧 通达了一念三千的思想 那么也有三千 大千世界微臣等菩萨 记住普贤道 那么记住普贤道 就是成就等觉菩萨了 好我们看 第二的文经第一 看经文 佛说是经时 普贤等诸菩萨 舍利佛等诸生文 集诸天龙 人非人等 一切大会 皆大欢喜 受持佛语 坐礼而去 那么佛陀 说 华华经以后 普贤菩萨等诸大菩萨 舍利佛等诸生文重 还有以会的诸天龙 还有人非人等 一切大会 那么内心皆大欢喜 受持华华经的法义 坐牛群 好 我们看最后的副表六十 我们把整个华华经的修学 做一个结识献修 那么 首先我们看第一段 先把它练一遍 一 理观 内观真如 极空 观心性无声 清静本然 极假 死诸法如梦 兴具外法 米 是心做缩婆 是心是缩婆 物 是心做极乐 是心是极乐 华华经的修学根本 你就会了解你的内心 本来清静 所有的妄想都是外来的 那么你了解清静的时候 你同时也会知道极假 就是你这个清静心 它不是顽空 它随时可以变现万好 就是说 诸位 为什么 法身菩萨能够普性色身杀妹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因为我们失掉了清静心 所以这个极空是关键 一个人能够了解极空 你把所有都放下的时候 你自然就自在了 所以这核心思想在极空 那 所以 为什么华华经用迷雾来 论断死法界 就是迷 你就算说不论断 误了 你就往生极乐世界 这一点在灵命中很重要 诸位 净土中 他也是一种圆顿法 圆顿法基本上就是 用心力来转业力的 所以为什么他能够带业往生 诸位 有些人带业是不能往生的 你知道吗 你如果执着业力是真实的 你业就没办法带了 没办法带了 因为业力 他为什么能够掌控你 因为你执着他是真的 那他的业力对你的影响力就很大 所以为什么最终心情将心灿 心落灭死 罪易往 就是说 所以灵命中的时候 他一定要怎么样 他一定要相信 你的内心本来清静 本来没有业力 然后再义佛练佛 这个时候才能够把业转过去的 那你今天如果不能够意念内心清静 你还是打妄想 你这个如果念佛的时候 这个业就不能带了 所以他这个关键在清静 因为清静心 所以你才能够在一切法得自在 所以这个迷雾是关键 你迷了清静心 你对一切法就很被动 这个法就变成他来掌控你 所以这个清静心是关键 那么一直清静心做根本以后 第二个就是发菩提愿 看第二段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 你有自信清静心的安住 你一定要有目标 什么目标呢 第一个上求佛道 所以你要能源于自信的烦恼 虽然你自信清静 但是有如梦如幻的烦恼要断 有如梦如幻的佛道要成 那么一方面 虽然自信清静 也有如梦如幻的 散昧神通的法门要学 有如梦如幻的众生要度 所以诸位 清静心里面一定要有菩提愿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 二侧人的空性 他没有愿力的 空无相无作 所以大乘的空 为什么不叫空性 叫清静心 因为他心中带有愿力 这两个是互相支柱的 清静心菩提愿 那么这两个成就 就是大乘善根成就了 那么你这个人就有资格来修行了 有资格修行了 那你这理观跟 清静心跟菩提愿 用来炼火也可以 拜善也好 那么从华华经的角度 就带入了华华经的世修 看第三段 三 修行 一指四安乐 身安乐行 口安乐行 意安乐行 誓愿安乐行 身心安乐 修学五种行 授持 读 诵 书写 字行 解说 化他 大善根 大福德 那么你一指清静心跟菩提愿 你这个大乘 炎顿善根成就了 那你接着要做什么呢 要有世修 介世贤礼 第一个一指四安乐行 四安乐行是这样的 就是说凡夫 有些阴言我们不能碰的 你只能够闪开来 你千万 你一个初学者千万不要说 摆花从你过偏夜不战胜 这是法生不上的境界 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要选择那些 没有摆花从你过的地方过去 减少摆花散漫的地方 所以生安乐 口安乐意安乐就是 有些阴言你不能碰 有些话你不能讲 有些人你不能接触 比方说做官的 杀生的云你的小孩子 你都不能碰的 那最后一指四安地 那么来帮助你 就是至少你要让你自己身心安乐 其实身心安乐 这个安乐这个乐字不重要 关键的这个安字 你让你的身心处在安稳状态 所以有些阴言你不能碰 然后就修五种行 受识读诵书学解说 成就四行化大 那么这样子 你就成就大三根大福德 也就是说 理观成就 菩提愿成就的时候 你还是要靠文字波磊 来加强你的观照力 用文字的清洗 看第四的最后的功德 成就四法 四功德 成就四法 为诸佛护念 执重德本 辱正定据 清静心 发就一切众生之心 菩提愿 那么 我们整个上一根 清静心跟菩提愿 我们的清静心有三种功德 为诸佛护念 执重德本 入正定据 我们争取的第一个 就是为诸佛护念 就是说 我们成就了大三的善根以后 去受识法化经 为什么呢 我们要想办法进入到 为十方诸佛护念的 这个范围 就是说 我们念佛 很容易跟阿弥陀佛感应到交 我们修行 很容易得到十方诸佛 菩萨的加持 因为我们顺从十方诸佛的本愿 是这样子来的 为十方诸佛护念 然后呢 我们依止菩提愿 清静心 成就大成的善根 那么总而言之 华华经的修学 这种言顿法门的特别 一定要记住 急妄是正 就是说 你要永远相信 你这个导妄想的心 它的本质是清静心 我们反复最大的问题就是 对我们心中所现的 影像太子所教 取向分别 你慢慢把这个影像放掉的时候 你才能够了解 你内在的本质是清静心 有清静心 再发起菩提愿 那就是大成善根 那这个时候 你修所有的法门 都是普贤心愿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那么我们这次法华经 就跟大家写信到这里 我们感谢 进度加关学院 妙法联心学院所有的义工干部 由于你们的付词 让我们整个课程顺利圆满 我们也感谢大家这五年来的 不离不弃的来现场上课 还有妙法联心学院的网络班的学生 大概有1500多人 这五年来 在 在这个视频上 跟我们学习 让我们整个课程 更加的庄严殊胜 好 我们法华经就上到这 我一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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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